被动投资是什么?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的比较,被动投资的方法与被动投资成功者的建议。 被动投资也被一座静态投资,让我们来谈谈其特点并解说如何执行以及你可能会遇到的疑问。 最后,会探讨被动投资是否适合你。 被动投资是一项注重长期持有的投资策略,旨在降低交易频率,透过最简单的方式追求长期回报。 为何被动投资呢?原文中的pass指的是被动,而investing则是投资。 这种策略以极少的交易为特点,持有期间相当长,以期透过长期持有来跟踪指数报酬。 被动投资的两个主要特点包括低交易频率和长期持有,这意味着通过极少的买卖次数追求最大的报酬。 这样的投资方式带来的好处在于成本极低,同时节省时间并实现盈利。 投资涉及三个主要因素,报酬、风险和成本,其中成本是新手需要特别关注的项目。 包括金钱和时间成本,降低成本即等于增加利润。 被动投资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快速获利,也不是孤注一致致富。 它助演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透过稳健的方式逐渐累积财富。 谋求长期稳定的增长。 与频繁交易的主动投资者不同,被动投资者不会试图在短期价格波动中谋取利润,也不会助演于择势进出。 相反,他们愿意承担市场下跌的风险,追求长期稳定的报酬。 总的来说,主动投资者可能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选股和择时,而被动投资者则不均利于时机,无论是买进ETF还是个别股票,都能够试用这种投资方式。 被动投资vs主动投资比较表,被动投资通常则是不择时不选点。 这种方法不管是买,ETF或是买个股都可以试用。 被动投资主动投资项目比较,被动投资一,花费时间,很少几乎不用看盘,二,投资方法,买了放着,三,时间点,不选买卖时机不预测,四,使用工具,大多数是ETF股票期货选择权,五,报酬,跟大盘一样,股票约5-9%,六,投资目标跟指数一样取得合理报酬,七,风险,较低大多指数,ETF会将投资分散在一篮子标的五, 八,费用成本,很低几乎不需交易手续费。 下面是主动投资各种方面特性,一,花费时间,需要花时间持续研究进出交易,包括每日每月每年都可以作为周期操作,二,投资方法,进出操作买卖越多手续费越高。 三,时间点,希望买低卖高则时趋势交易左右测交易,四,使用工具,大多数是ETF股票期货选择权, 五,报酬,可高可低但常常落后大盘,六,投资目标跟指数一样取得合理报酬,七,风险,较高绩效不稳定,八,费用成本,买卖越多手续费越高。 被动投资注重长期稳定回报,极由持有一篮子标的分散风险,费用成本低,并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主动投资则注眼于追求超越市场平均的报酬,但风险较高,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分析和操作。 投资者可根据个人风险偏好和时间投入做出选择。 一般人用主动投资可以赚钱吗? 主动投资其实很难赚大钱。 很多朋友一开始认为主动投资可以战胜市场,但其实大多数人做主动投资反而都没赚钱。 根据摩根资产管理公司JP Morgan在2020年的统计资料观察1999年到2019年, 发现一般投资人平均的报酬率只有2.5%,只比通货膨胀的2.2%好上0.3%。 而被动投资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能有5.4%到6.1%的报酬率。 有人说被动投资比主动投资好的原因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动投资反而是更容易赚钱的方式。 Spiver网站统计了世界各国主要市场基金对比指数的情形。 用数据化的方式让人了解目前主动式管理基金对比指数的困境。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在1、3、5年维度的投资表现评估中, 有7成上下的主动型基金多落后其对应的标准指数。 是的,被动投资相对于主动投资有一些优势,特别是对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 以下是一些被动投资被视为更好的原因。 低成本,被动投资通常使用指数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这些工具的管理费用相对较低。 相比之下,主动投资通常需要支付更高的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 简单一行,被动投资不需要复杂的选股和市场定时。 投资者只需购买跟踪特定指数的基金,然后长期持有。 这使得投资变得简单,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市场研究。 市场平均回报,被动投资的目标是追踪市场指数,因此投资者能够受益于整个市场的平均表现。 这避免了频繁交易和挑选机有股票的风险,因为大多数主动管理基金未必能够持续地超越市场表现。 风险分散,被动投资通常涉及购买一篮子的标的,例如整个市场指数。 这样的分散投资有助于降低单一股票风险,使得投资组合更加稳健。 不需时时关注市场,被动投资者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追踪市场波动或经常调整投资组合。 这使得投资更加轻松,也是和那些没有足够时间和知识主动参与市场的人。 尽管被动投资有其优势,但每种投资方法都有其风险和限制。 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和时间投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下面就让我稍微介绍一下几位成功的被动投资者。 1.John Bogo的文章 John Bogo是全世界最大的基金范恩戈尔的创始人。 他于1975年创始该基金。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范恩戈尔集团管理的资金数量超过3万亿美元。 Bogo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写过好几本关于投资方面的经典书籍。 所有对投资感兴趣的朋友都应该读一下Bogo,是静泰投资阵营里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 他痛恨金融行业对于投资者过高的收费,在其好几本书中均有提及。 因此低成本是范恩戈尔集团的金融产品的特点之一。 集团所有的基金的平均管理费为0.18%。 2.Charles Ellis Charles Ellis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教过书。 在1997到2008年,他作为耶鲁大学基金会主席和David Swinson共事。 在此期间,耶鲁大学基金会资产得到爆炸性增长,被很多投资界人士称为耶鲁模式加以学习。 Ellis也是多本书籍的作者。 在其中一本书Winning the Loser's Game中。 3.Dimensional Fund Advisor DFA David Booth和Rex Simcofield共同创办了DFA。 DFA是美国最优秀的以静态投资策略起家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截至2016年4月份管理资金规模4100亿美元左右。 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 由于不罪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军款贡献。 其商学院被冠名 Chicago Booth Business School。 Rex Simcofield说过很多让人深思的话。 比如下面这段。 It is well to consider, brief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cialists and the active managers. I believe they are cut from the same cloth. What links them is a disbelief or skepticism about the efficacy of market prices in gathering and conveying information, so who still believes markets don't work? Apparently it is only the North Koreans, the Cubans and the active managers。 翻译,让我们来看看社会主义者和动态投资经理之间的相似性。 我相信他们同属一类。 他们都对市场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现在还有谁不相信市场的有效性? 很明显的,只剩下北朝鲜人。 古巴人和动态投资基金经理们。 姐说,在动态投资和静态投资的大争论中, 市场是否有效是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 那么动态投资基本上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因为在有效的市场中, 任何动态投资的试图都是枉然的。 投资者的最优策略应该是静态投资。 大部分稍微有些金融知识和经验的人士都怀疑市场的有效性, 并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但同时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以美国为例, 即使市场不是百分百有效, 其有效性也相当高, 比如90%以上, 以至于动态投资者获利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这个话题上, 我在这里有更多的讨论, 并摘录一些关于静态和动态投资的名人名言。 巴菲特说, 我给受托人的建议再简单不过了, 将10%的现金投入短期政府公债, 90%投入成本极低的SP500指数基金。 我推荐先锋集团, 我相信, 该信托基金透过这项政策所获得的长期绩效, 将优于大多数雇佣高阶主管的投资者, 无论是退休基金, 机构或个人所获得的长期绩效。 以上来自巴菲特2013年的年度股东信。 在信中, 他提到了如何安排后事, 及他期望他的信托基金管理人如何管理其留下的财产。 而他的建议非常简单, 90%标准普尔指数基金, 10%政府债券。 关于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的话题, 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地说得完的。 今天上面的就算一个简单的汇总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